俗话说,瘦了穿什么都好看,因此,瘦是女性美的占定之一,而肥胖是女性身材的到底。 肥胖会让女性在职场,社交方面带来一定的扩敞。 我们不能将肥胖归裂于一种缺陷,但是至少是一种打击,更是让人失去自信的源头。 很多女性朋友想减肥又不想运动,快速的先起产品,就深受女性朋友喜爱。 因此,大多数爱美女性喜欢通过减肥腺体产品,来改善自己的外形。 那么,腺体产品是商标第几类,和腺体产品相关的商标类别,主要有以下两个。 一个是第三类日化用品0306化妆品不包括动物用化妆品,减肥用化妆品030177。 一个是属于第五类医药用品0501药品,消毒剂,中药药材。 要求减肥用药剂050317,减肥药050416,减肥茶区050050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